其實立法院我黨團的經費 是不管你人數多少 黨團運作經費的話 就用還有另外一筆 是用立委人數一個月一萬塊再算 所以你說民眾黨五十五萬 你要怎麼用 那是民眾黨團的事 當然你要給陳志涵三十萬 我也沒意見 當然你會壓縮薪資結構 這就像大聯盟 一個人薪資太高的話 其他的薪資結構就要排擠掉 因為大聯盟他也有薪資限制 總隊的薪資限制 你把它換算成黨團 也有薪資限制就一樣 你找一個巨星來 一個人占掉了 譬如說十萬塊的話 那你就只剩下四十五萬 可以用了 四十五萬就可以用了 這是數學的很等事 這邊N加1這邊M就要剪 所以它很簡單嘛 當然你說黨團副主任 法案副主任 如果一個真的很懂法案 立法院運私運作的副主任 其實還去當一個立委的助理 可能都不只五萬 都高過五萬了 何況是黨團 黨團還要負責所有委員的提案 所以黨團裡面 我覺得一件事 如果只是這樣的話 那那我就覺得民眾黨團 恥求多福吧 能不能找到好的幕僚 那就恥求多福嘛 立法院裡面助理啊 強的助理啊 薪資 你以前也當過助理七八萬的有人 主任也沒有少過喔 但是問題是你一個 你是負責一個黨團跟負責一個立委 差別很大喔 差別很大喔 他伺候黃山山公伺候黃國昌 我聽起來好累喔 不會啦 光伺候黃國昌就累了 我聽起來就好暈喔 對啊 所以我是說 那個陳志涵的薪水高一點 我覺得也合理 因為他去那邊就不是服務八個立委 人家服務是柯文哲 對不對 然後聲量下低調整路線 也要也要是他什麼 問他N加1 也要說請黨團付 所以人家負責的責任 所以那個黨中央付一點錢 給黨很合理的嘛 把人擺在那邊什麼事都要刮 當然你說事情發展 我覺得柯文哲流量低 流量低跑到立法院 然後他就像剛才永宏說的 因為永宏我們也是老朋友 助理都認識 那你今天最簡單的一件事 你要聲量你跑立法院 也可以啦 問題你來立法院要講出東西來嘛 你來立法院跟立法院黨團開會 然後老是在講黨的事情 那你來開會幹嘛 你如果說是你跟黨團開的是黨的事情的話 那你要說你寄生國會沒錯啊 如果你跟這八個立委要談黨的事 請到中央黨部去談啊 你就不要來立法院啊 是不是很正常的事嗎 所以我覺得 寶寶離開或許是一種快樂 一種解脫啦 可能是一種 不是嗎 你搖回這 你笑這麼大聲幹嘛 對啊 你們雄搖掰現在是在幹什麼 好我先進